大家好 这次我们讲一下鼻虫钩 它形成的解剖血基础 以及两侧鼻虫钩不对称 可能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两块脊弱 分别是全大脊全小脊 这是全大脊 全大脊 这个是全小脊 那么全大脊全小脊都在全股这个地方辅助 那么在口周围 全大脊辅助在口角这个位置 而全小脊辅助在上上唇这个位置 那么这两块脊肉有基础的张力 最后形成这个B层钩 那么具体这两块脊肉的功能 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它辅助在骨面上 那不可能将骨头拉活动 那所以它下方辅助在口角 辅助在上唇这个位置 因此可以将口角和上唇进行前拉 那么如果全大脊输缩的话 是这个动作 现在大家可以做下这个动作 而且对着镜子 左下看两侧是否对称 那么如果有一次这个高度比较高的话 那说明高的这一次测激励比较大 而低的这次测激励是下降 这是主动让它收缩 那么还有全小鸡的功能 全小鸡 全小鸡它附着在上唇这位置 它提的是上唇 那因此它的功能是什么 将上唇往上提 你可以做做这个动作 上唇往上拉 那有全小鸡的发挥的作用 当然还有其他的机种 比如提上唇比一击 后面我会讲 所以首先 大家了解到这块肌肉的旗帜点 同时还得知道它的功能 全大鸡 做的这个动作 全小鸡 那么了解了这两块肌肉的功能 那如果这两块肌肉特别紧的话 这两块肌肉 这是全大鸡 这是全小鸡在这 这两块肌肉特别紧的话 会造成这个鼻唇沟加深 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患者就是右侧的鼻唇沟更深一点 而它没有使得这个肌肉收缩的情况之下 这个肌肉在静止情况之下 有一个静态的激张力 那么这个患者我们得出来结论是 右侧的鼻唇沟深 那提示是右侧的全小鸡全大鸡是紧张的 那么比如我要把这个患者两侧的鼻唇沟 要调成对称 这次太深 我可以针刺或者手法松结 这两块肌肉 那么搞这个唯美的人 他还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呢 他用肉毒素 肉毒素是一个神经和肌肉接头的组织剂 那达到以后 达到肌肉里面以后 可以使肌肉放松 那么这个时候鼻唇沟也会减轻 但是我不推荐用这种药的 你用手法用针刺的方式 我感觉就不用药 能不用药先不要用药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那好 你可以找到这个点 找到这个点 那有一些人一摸这个地方还有扳机点 有痛点 那你说这个患者感觉两侧鼻唇沟都深 都想虽然这个地方更深 那这也挺深的 也想把它变浅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全大机和全小机 来做对应的手法松结 来处理两侧鼻唇沟不对称 或者鼻唇沟比较深 那么如果你不是学医的 或者说你想自助将两次的鼻唇沟调整一下 你可以对着镜子将这两块肌肉 用手法每天松结一下 那对于面部的血供 对于这个鼻唇沟的调整 非常好 这一些关系的签对名牌 是非详细的笔调整 如果您在调整其实是太阳的调整 是非详细的调整 的调整